第171章帮了大忙 在两名弟子的惊异眼神下 凌云很快距离天机碑就不足十米之遥 感受着周围澎湃的阴煞之力 凌云稍稍驻足 然后运转功法迅及凝聚阴煞灵河 但凝聚的速度还是太慢了 让他还是不太满意 这等心思若是被另外那两名弟子听见 他们一定会被雷德吐血 毕竟 他们千心万股才能往前挪动一两步 但凌云竟然距离天机碑十米的距离都还不满意 人比人 当真气死人啊 事实上 就算那两名弟子没有听见凌云的心思 凌云再度往天机碑靠近的举动也已经让其胸口气闷了 他该不会是要贴着天机碑修炼吧 第五近六众的弟子忍不住吞了好几口口水 凌云的表现 让他无语凝夜 内心的震撼 更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情来形容了 而在他这等疑惑间 凌云还真走到了天机碑面前 然后一只手更是直接印在了天机碑上 轰轰轰 那两名弟子如同五雷轰顶 一个第五近一虫的弟子不但靠近天机碑 还能将一只手放在天机碑上 可他们呢 明明比对方的实力强了这么多 却还在边缘苦苦挣扎 这小子身上一定有什么宝物 那明第五近五重巅峰的吾者眼中露出了一丝笃定 也正是这份笃定 让他心中起了歹心 如若他得到那件宝物 是不是也能够像凌云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靠近那天机碑 越能靠近天机碑 无疑就越有希望参悟天机诀 这个念头一起 那弟子看向凌云的眼神陡然间就变得凌厉了起来 凌云并不知道这些 当他的手掌印在天机碑上 顿时间一股磅薄到无以复加的阴煞之力 就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顺着凌云的手掌狂涌进了他的身体之中 咔嚓 凌云的身体如同泰山压顶一般 骨头不断发出一道道咔嚓的声音 整个身体瞬间就如同岌岌可危的房屋 看似濒临坍塌了一般 终究还是太自以为是了 第五近六众那名弟子心底幸灾乐或地道 他自然不希望看见有人比他还优秀 只是这个念头刚起 下一刻他竟然就见到 凌云的身体表面出现了一道道淡青色的龙鳞 那些龙鳞出现的刹那 凌云本就要坍塌的身子竟然生生止住了 甚至给人一种磐石一般坚不可摧的感觉 这自然就是吞天龙体所带来的效果 无尽的阴煞之力如同海纳百川一般冲入凌云的身体之中 然后又疯狂的在功法运转之下汇入丹田之内 在丹田之中形成一个个漩涡 漩涡慢慢凝聚 狂暴而疯狂 隐隐间可见到 一枚豆子大小的黑色灵河逐渐有了雏形 在黑色灵河出现的刹那 灵河之内凝聚而成的阴煞之力 竟然可以供陵云自己操纵 一丝丝阴煞之力如同之前那些灵力一般 从丹田蔓延开来 顺着其精八脉 渗透到了陵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若说陵力是一只温逊的小绵羊 那这阴煞之力就是恐怖的猛虎 在陵云体内篡动而开 阴煞之力如同刀剑 刚蒙无匹 融入到了陵云的肉 陵云的骨 陵云的经脉 甚至陵云的每一寸肌肤之内 让肌肤和骨骸都立即散发出每一般的光泽 仿佛去锤锤炼碗铁 煞时间 一股痛苦如同五马分尸一般 再度毫无征兆地席卷全身 陵云不再犹豫 掏出了两瓶玉清仙灵露 一饮而尽 如同浇灌在了满是干涸的土地 玉清仙灵露入体 让陵云的干涸的身体得到了灌溉一般 那难以承受的剧痛 生生被其镇压了不少 陵云盘坐在地 眉头都没有再皱一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仿佛化身入定的老僧 久久沉浸在这等凝聚阴煞灵合的过程中 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与此同时 之前那名被灵云点破的弟子突然双眼猛然睁开 该死 只差最后一点点了 如若能够再坚持一点时间 我就可以冲破桎梏 彻底踏入第五经六种 可我身上所有丹药全都用完 如若再强行冲击的话 不但无法突破 恐怕还会让我的身体受到这种阴煞之气的反噬 进而导致我功亏一篑 得不偿失 青年满联血满了不甘 也就在这等无意间 他突然注意到身前有着一瓶灵液 难道他想起了灵云的身影 拿起那瓶灵液打开检查了一番 竟然是极品灵液 不管了 赌一把 青年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口将那玉清仙灵路扶下 灵液入口 让得整个身体瞬间暖洋洋的 那本来已经到达了极限的血肉骨骸 在玉清仙灵路的滋骨下 开始不断地出现了恢复的情况 这灵液也太神了 那小子竟然将这么贵重的东西随手就送人了 而且似乎知道我正需要他 还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 不过 这灵液可帮了我大忙了 青年眼中金芒闪烁 拳击一股作气 引动磅礴的阴煞之气冲入他的体魄 在这股阴煞之力冲刷之下 他岌岌可危的身体不但没有因此而愈发受损 相反他身上的气势陡然大涨 一股礼乐龙门 遨有九天的畅爽之感 一瞬之间蔓延了他的全身上下 让他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之感 第五镜六重 可算是成了 我进入天机洞十次 每一次至少在这里前休一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这一次竟然终于突破到了第五镜六重 以我现在的实力 天骄榜前十 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甚至都有望在戚风大笔上取得好成绩 成为真传弟子 青年笑容满脸 整个人精神抖擞 不过 这一次我能够成功突破 那位小兄弟帮了很大的忙 他不但一句话点醒了我 而且还在关键时候送了我这么一瓶灵液 看来 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一番他才行 不过以那小兄弟之前那般疯狂的举动 也不知道他能够在这天机洞中闹出何等风雨 亲底沉吟 青年继续盘腿坐下 打算好好调戏一番自己的身体 顺便也巩固一下自己的境界 第172章 没人可以欺负你 一天时间 转瞬即逝 天机悲浅 凌云静静打坐 狂暴的阴煞之力已经不遗余力地冲入他的身体之中 而在这等疯狂冲击下 他丹田之中的灵核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足足凝聚成了一枚拳头大小的黑色猪体 而在黑色猪体凝聚成功的瞬间 所有钻入凌云体内的阴煞之气便是不受控制地 自发钻入了灵核之中 然后自发地渗透到了凌云的四肢百骸之内 凌云猛地睁开了紧闭的双眼 眼中蹦射出道道筋芒 拳击他身体一震 身体顿时间就如同炒豆子一般霹里啪啦响了起来 他的脸上也随之涌起了一抹巨大的喜意 阴煞灵合 竟然就这么成功了 轰 左右手同时开弓 两拳猛地轰出 都是摆布神拳 巨猿拳 只是所不同的是 右手的巨猿拳 跟以往一样 由灵力汇聚而成 但左手的巨猿拳则是用阴煞之力凝聚而成 灵云就是想试一试 这阴煞之力凝聚出来的巨猿拳 到底比灵力汇聚而成的巨猿拳要强悍多少 砰砰 两道拳头毫无意外地都落在了周围的一处岩壁之上 煞时间 巨声暴响 然后就可见 灵力所凝聚的巨猿拳在岩壁上留下了一个两三米多深的全坑 而阴煞之力所汇聚而成的巨猿拳却在岩壁上生生地留下了五六米深的全坑 力量悬殊 可见一般 难怪都说这天机诀对修炼者的要求极为苛刻 从这里恐怕就能看出一二了 灵云心底沉吟 却见到另外两名弟子正用一种惊讶和羡慕的目光望着自己 讲壁 他们都没有料到 灵云仅仅只是在天机杯前盘腿领悟了一天 竟然就将天机诀的第一部分修炼成功 在体内成功的凝聚出了阴煞灵河 至于那名第五进五重巅峰的舞者 心底极度心大起 要不是忌惮天机杯周围的阴煞之力 恨不得立即上前 让灵云交出那可以抵挡阴煞之力的宝物来 就在灵云成功修炼成功第一部分天机诀后 一道亮光突然在天机杯上乍现 这道亮光化为一道光点 从天机杯上迸射而出 然后眉入了灵云的脑海之中 灵云眉头一皱 大脑顿觉一阵江湖 等他回过神来 便发现自己脑海之中多了一股信息 信息如同洪流一般 而那信息毫无疑问 正是天机诀的第二部分 天机禁忌 这是一套禁忌之术 一番浏览后 灵云对其兴趣满满 然后就是他 面对这套天机禁忌 也没有把握将其轻易修炼出来 距离与乌蒙的约战只有一天时间了 因此灵云也不打算继续待在这天机洞中 先离开这里 等以后将这天机诀的第二部分 天机禁忌修炼成功 然后再想办法让高明带自己来此 修炼天机诀第三部分也不迟 心中这般想着 灵云当即就捏碎了通信石 然后向着天机洞外走去 只是 刚走到一半路程 一道身影突然从他身后窜来 然后挡在了他的面前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那名对灵云满心嫉妒的 第五进五重巅峰舞者 灵云见到他挡住自己去路 眉头不由得一皱 这位师兄不知有何指教 那青年淡淡一笑 这位小兄弟在下下狱 有个不情之请 希望小兄弟能够帮忙一二 恩 师兄请说 灵云眉头皱得更加厉害了 是这样的 刚才瞧见师弟可以无惧阴煞之力 轻而易举就走到天机杯前 想必师弟身上一定有着 某种抵御阴煞之力的宝物吧 不知可否将其借给师兄我使用一番 等使用完后 我一定会立即归还 驾驭笑容满脸 但灵云却知道 这不过是笑里藏刀罢了 灵云并不想跟这种笑面胡打交道 摇了摇头 师兄误会了 我身上并无抵御阴煞之力的宝物 至于为何那阴煞之力会对我没有作用 那就无可奉告了 说完 灵云绕开下狱 就继续往洞口的位置走去 就在他踏出两步的时候 下狱的笑脸立即就僵硬了下来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和凶意 他无论如何都相信 灵云身上真的没有抵挡阴煞之力的宝物 饺子 今日无论你交不交 那宝物我下狱都要定了 下狱冰冷的声音陡然响起 拳击一掌凶猛无比地朝着灵云的后背拍来 好在灵云早有警惕 在下狱动手的那一刻 顺影三千步就已经催动开来 以其挑逸的身法成功的躲过了下狱的一技攻击 但这显然没让下狱就此罢手 拳击 下狱身上 第五进五重巅峰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 强大的气息压迫在灵云身上 让得灵云都几乎有点喘不过气来 小子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若是自己乖乖将东西交出来 我可以对你手下留情如若你非要不识好歹那我可不会对你有半分客气 到时候你恐怕只会更加惨烈一番威胁言语从下狱口中道出 与此同时他手心紧紧一握一道灵力的攻势就不断地在他的身前凝聚 那等攻势落在灵云眼中让灵云心底猛然一沉 第五进五重巅峰的战力比他想象中的似乎要凶猛一点 不过他却丝毫没有畏惧 这一次进入天机洞他也成功从选五进八重踏入了第五进之列 面对这下狱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并非没有一战的资本 怕只怕这一战之后自己会元气大伤从而影响之后跟乌蒙的约战 毕竟跟乌蒙约的可是生死战也是关乎灵云能否进入青龙玉种的关键之战 驾驭你这只老鸟如此欺负一个新人这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吧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从凌云身后传来 全集就可见一道身影暴略而来 横在了凌云的面前 这道身影凌云颇为熟悉 正是之前那名被自己一语点破的青年 青年看到凌云微微一笑 小兄弟你放心有我在没人可以欺负你 第173章麻烦上门 今年的出现是凌云没有想到的 自然也是夏宇没有想到的 夏宇眼中闪过一丝暴力 杨金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哈哈这庄子是我还就管定了 被称之为杨金的青年态度坚定 此话一出明显可以看见夏宇嘴角抽搐了一下 身上的冷意更浓了几分 杨金别忘了你是我的手下败将 在天交榜上你不过区区20名而已 而我则是15名 你确定要以卵计时 这夏宇和杨金俨然以前就有些过节 不过对此凌云道也不意外 像夏宇这种笑里藏刀的人 恐怕整个天机风有不少敌人吧 手下败将这四个自刺激了一下杨金 让杨金的面色稍稍沉明了片刻 随后他又恢复冷笑 你难道就没有听过三十年和东三十年和西 上一次我确实是输给了你 但那又如何 有种你现在就跟我去天交舞斗台再比试一下 看谁是真正的手下败将 这般说着杨金身体上顿时间气息大涨 雄魂如火山一般的气息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 当那股气息压迫在夏宇身上 也让夏宇面色巨变 什么你竟然突破到第五金六中了 这怎么可能你一个连天机杯都能能力见过的渣渣 怎可能比我还先踏入第五金六中 这不可能 夏宇不敢相信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手下败将超越自己更加来的难以接受 哼 我是渣渣 那你岂不是渣渣都不剩 少说屁话 要么就跟我在这里打 要么就跟我去天交舞斗台打 你选一个 今日我杨金就奉陪到底 杨金自信满满 但夏宇却怕了 虽然只差了一个五到等级 但他明显从杨金身上的气息感觉到了一丝忌惮 还未动手就心存忌惮 这是笔斗的大忌 饺子 这次算你走运 不过你有本事就一直躲在别人身后做个缩头乌龟 否则我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还有你 杨金 你给我等着 用不了多久 我也能突破到第五金六中 到时候我会让你明白 手下败将永远都是手下败将 驾驭冲着林云和杨金分别放下狠话 然后甩手往天机洞内而去 见到他走了 林云方才对杨金拱了拱手 多谢师兄相助 小兄弟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况且若不是你之前帮了我 我也不可能突破 要说感谢 也是应该我感谢你 不过不知道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以前从未见过你 应该是新加入天机风的弟子吧 杨金对待林云的态度非常友好 林云笑答道 在下林云 确实是新加入天机风的弟子 林云兄弟 你不简单啊 才加入天机风 竟然就能够进入天机洞 想当年我可是努力了整整一年 才有机会踏入这里 看来以后你还得多多指教我才对啊 杨金毫无架子 杨金师兄说笑了 林云摆了摆手 看小兄弟这样子 应该是想要离开天机洞了吧 正好我也有此意 一起走吧 跟杨金一起走到天机洞口 正好高明也赶了过来 高明见到林云的那一刹 其实是失望的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离开天机洞 别说领悟天机诀了 恐怕连天机杯的样子都没有见到 为了照顾林云的心理感受 高明因此就没有询问任何关于天机诀的东西 只是将林云和杨金带离天机洞 将他们放在天机风一处后 就自行失落的离开了 林云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就尽管来找我 杨金也跟林云告别 林云回到自己的住处 于明和郑一白见状 立即就赢了上来 于明好奇地道 老大 你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 别告诉我你已经将天机诀也领悟了 一老大的悟性 就算领悟天机诀也不为过 一老大的天资 恐怕现在整个太清宫 也就天书风的乌蒙可以稍稍媲美 郑一鸣接过话去 林云却眉头一皱 乌蒙 老三 你怎么知道乌蒙 郑一鸣微微一笑 立即回答道 老大 你这些日子都在天机洞 有所不知 那乌蒙跟你一样变态 确切地说比你还变态 据我所知 他一进入天书风 就像天书风不少师兄发起生死战 而且战无不胜 短短几日时间 天书风已经有十人死在了他的手中 而且这十人中有一人 还已经到达了第五境五重 第五境五重 林云心底稍稍沉明 这乌蒙似乎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老大 这还只是次要的 我还听说 天书风风主对他尤为看重 让其去领悟天书风的天书诀 那家伙竟然只用了短短一天时间 就将那天书诀领悟了出来 不过倒也没有完全领悟成功 只是领悟了一些皮毛 但就算如此 也打破了天机诀的记录 成为了天书诀的传奇人物 这一次说话的是渔民 他们待在这天机风都知道这件事 想必这件事已经传遍整个太清宫 那乌蒙的名声也享誉整个太清宫了 老大 如若没有这个乌蒙 你的名气一定会传扬出去 可谁知道那乌蒙这个时候窜了出来 将你压了下去 如今 天书风的人一个个更加嚣张得很 特别是见到我们天机风的弟子 鼻孔都已经朝到天上去了 正一名补充道 渔民再度接过话去道 老大 你可一定要努力 争取快点超越那乌蒙 到时候我看他天书风还得意什么 亨林云手紧了紧 对于一天后跟乌蒙的约斗倒是有点亚历山大的感觉 不过 他并未因此而下倒 战胜第五进五重舞者又如何 领悟天书诀又如何 凌云想要得到进入青龙御种的决心 没有可以阻拦 对手纵然强大 但凌云也不是吃素的主 鹿死谁手 一切都还说不定呢 也就在这时 一名天机风的弟子火急火了地跑到了凌云的住处 对凌云道 你就是凌云吧 景洪长老和风主让你马上去一趟主店 天书风的人来找你麻烦了 第174章事情闹大 天机风主店门口 已经围满了不少天机风的弟子 不过天机风的弟子面色都不怎么好 原因就是 在他们对面站着的那些天书风的人实在是太狂妄了 天书风的人领头的是当日在七星殿代表天书风的一红 至于天机风这边 高明风主并不在这里 区区一个天书风的长老 也没有资格让他出面迎接 唯有景洪站在最前方 与一红等人对峙的 可这一红眼睛长在天上一般 压根就不将景洪和天机风其余弟子放在眼里 景洪 我说你们天机风也真够凄凉的 才这么一点弟子 连我天书风三分之一弟子的数量恐怕都不够吧 难怪你们天机风的实力每况日下 越发倒退 一红冷朝热讽的笑着 景洪面色一冷 冷哼道 一红 你今日来我天机风到底所为何事 如若只是前来说这些话 那我天机风不欢迎你 你可以带着你们天书风的人走了 快走 我天机风岂是你们天书风的人能踏足的 天机风弟子义愤填膺 纷纷喊道 一红却并不动怒 相反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容 原来你们天机风就是如此待客的 还好今日来的是我天书风的人 如若其余宗门的人 那岂不是丢我太惊弓的颜面 不过 我也并不想踏足你们天机风这块晦气之地 今日来此 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情 等你们天机风那个叫做凌云的小子出来 我自会说清楚 对于这一红口中一口一个丢棕门颜面 一口一个晦气之地 无疑更是让天机风的人更是气愤难平 这简直就是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也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人群外响起 哎呦 我天机风什么时候来了一头乱喊乱叫的畜生 引得这么多人过来看热闹 也让我看个新鲜 全集 所有人就见到凌云一脸笑一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当他看见一红后 心底微微一冷 但脸上却云淡风险地继续笑着 原来是天书风的一红长老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畜生了 你可别说 就你刚刚那说话的声音 还真的很像畜生在叫 看来一红长老的前世恐怕很有可能就是一头畜生啊 哈哈哈哈 天机风的弟子因为凌云的话立即大笑了起来 但那一红却火冒三丈 好一个没有教养的小子 天机风的弟子都是如此目中无人 目无尊长吗 我天机风的弟子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一红 凌云现在也出来了 你有话就快说 有屁就快放 说完趁早滚蛋 我天机风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踏足的 景红对一红也没有半点客气了 凌云刚刚的态度让他清醒过来 对待一红这种上门找事的人 就完全没有必要给他好脸色看 否则那就是助长他人士气 逆自己威风 经景红此话一出 一红的怒气却稍稍压制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还是之前的冷笑 小子 今日我是代表我天书风的弟子乌蒙来跟你确定生死斗的具体时间的 乌蒙 生死斗 所有天机风的人都是心底一惊 乌蒙是谁 这一段时间太轻功风头最盛的心生弟子 那个在天书风十多场生死斗中已经斩杀了十多名弟子 而且还是天书风最快速度领悟出天机诀的弟子 他要跟凌云生死斗 就连景红也愣了愣 立即对一红呵斥道 一红 你说什么屁话 凌云什么时候答应跟你贴书风的乌蒙进行生死斗 你有多远就滚多远去 景红自然也听说了那乌蒙 在他看来 如若凌云现在跟乌蒙生死斗 凌云的胜券最多也就是百分之十 很有可能直接在生死斗中被那乌蒙杀死 凌云是天机风现在最有希望领悟天机诀 也是最有希望让天机风重振雄风的人 他自然不希望凌云就这么跟乌蒙进行生死斗 然后惨死在乌蒙的手下 哈哈 什么时候答应的 这就要问你天机风的凌云了 一红哈哈大笑了起来 凌云 这是怎么回事 景红看向凌云 天机风的所有人都看向凌云 凌云心底微沉 他没想到这一红竟然是为了此事而来 他本来只想跟乌蒙暗地里进行比斗的 从未想过闹的人尽皆知 而且那乌蒙这一次并未跟着一红来天机风 就可见乌蒙也没有这等心思 多半是这一红无意间听到了凌云和乌蒙要比斗的消息 对之前七星殿中凌云不选择天机风 反而还变相侮辱天机风和一红的事情耿耿于怀 所以故意将此事闹大 从而将这么一场两名弟子之间的比斗演变成了一场两风之间的比斗 如若凌云输了 那不仅仅丢的是凌云的性命 恐怕整个天机风都会为此蒙上一层修 天书风的人以后也更会在天书风面前抬不起头 不过事已至此 凌云自然也不会认怂 不错 我确实答应过乌蒙进行生死斗 后天一早 地点就在你们天书风前的演武广场 如何 既然一红要将此事闹大 那凌云就陪他闹大 在天书风门前 堂堂正正地迎下这场比斗 到时候看看是天书风的颜面尽失 还是天机风的颜面尽失 凌云 你不要鲁莽 锦鸿想要制止凌云 老大 乌蒙那家伙可是一个猛人 天书风的人就是见不得你好 你可别中了天书风的奸计 于明和正一百也劝说道 至于天机风 其余人一个个也认为凌云太冲动了 但凌云却异常坚定 锦鸿长老 这是我跟乌蒙的约定 如若我今日不承认 只会让他人更加大作章 况且 人家都踩在我们头上来了 我们怎能退缩 生死不论 不服就干 这一战 我未必就会输 见到凌云坚定的目光 锦鸿想起了凌云之前的种种事迹 最后也点了点头 好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天机风都支持你 说完 锦鸿又看向义鸿 义鸿 后日你敢不敢也跟我赌一把 第175张封藏之地 赌什么 义鸿饶有兴致的看着锦鸿 很简单 如若凌云赢了 你天疏风就将赠给我天机风一千枚七品丹药 仙灵丹 而如若凌云输给了你们天疏风的乌蒙 那我天机风也将赠给你们天疏风一千枚仙灵丹 七品仙灵丹 对于第五进舞者来说 绝对称得上是羞武圣药 每年七封大笔 宗门会根据大笔排名 对每一封进行仙灵丹的奖励 作为第一名的天疏风 上一次七封大笔宗门奖励了一万枚仙灵丹 而作为最后一名的天机风 却只得到了一千枚仙灵丹 哼 你们天机风还拿得出一千枚仙灵丹吗 一红吃之以鼻 每天七封大笔 哪怕就是最后一名 都能够得到一千枚仙灵丹 就算我天机风现在拿不出 等七封大笔的时候 自然也能够拿出来 景洪十分果断 他相信凌云 同时也想用这种办法来刺激凌云 让凌云无论如何都不能输掉 跟乌蒙的生死斗 哈哈 既然你敢赌 那我天书风有何不敢 景洪 等凌云这小子输了 你们天机风就等着一枚仙灵丹都没有 让天机风的弟子们干看着我天书风弟子拿单药当水喝吧 一红得意无比 今日他之所以敢来此挑衅天机风 无非就是心底百分之百认为乌蒙云定了 如今景洪的赌注 无异于更是锦上添花 他当然乐此不疲 饺子 后天一早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做缩头乌龟 连来演武广场比斗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们走 一红瞥了一眼凌云 带着天书风的弟子匆匆离去 景洪 凌云 你们进来 天机风主殿之内 高明威严的声音陡然传来 其余弟子纷纷散去 唯有景洪和凌云走入了主殿 风主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一次太鲁莽了 景洪面色有几分凝重的道 至已至此 说这些也没用 凌云 我想知道 你有多少把握可以战胜乌蒙 高明看向凌云 五层 凌云随便说了说 他还未跟乌蒙交手 并不知道乌蒙具体实力如何 五层只是一个保守估计 或许更高 或许更低 可高明的面色却明显更加低沉了几分 哎 凌云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据我所知 那乌蒙的武道修为是第五境四重 但却身怀一种罕见的玄体 而且 他还领悟了一丝天书诀 你想必并不知道天书诀是什么吧 凌云点了点头 弟子不知 还望风主告知 七大主风 七大功法 都是由太清宫先祖太清真人所创 虽说是根据北斗七星运势所创 但实则是根据阴煞之气 荒芜之气 冰寒之气 火灵之气等特殊的气息创造而成 我天机风的天机诀 正是阴煞之气 也是所有气息中最强的存在 其次 便是天书风的荒芜之气 一旦领悟荒芜 在体内领悟荒芜灵合 便可操纵荒芜 另一定范围内的所有气息 得到一定程度的荒芜 不过 不同的气体 荒芜程度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天地灵气最容易被荒芜 而冰寒之气 火灵之气 以及我们天机诀的阴煞之气 则要困难得多 其中 对我天机风的阴煞之气影响最小 而这一次 那乌蒙似乎就已经在丹田之中 凝聚出了半枚荒芜灵合 因此 你跟它交手的过程中 一定要尽量提防它的荒芜之气 高明大概说了一遍 虽然凌云算不上非常明白 但也大概知道了 弟子知道了 多谢风主提点 凌云冲着高明拱了拱手 半枚荒芜灵合 应该比不过他丹田内的整颗阴煞灵合吧 况且天机诀本就要比天书诀厉害 因此这高明等人所担心的 或许还会成为了凌云的优势 景洪 你带凌云去封藏之地 让他去里面随便挑选他想要的东西 让他这最后一天半的时间可以好好准备一下 以最好的面貌去迎接后日的生死战 高明叮嘱完后 就稍显落寞的离开了 看着他略微有几分失落的背影 凌云也明白他在担心什么 此番生死战 对凌云来说只能胜不能败 对天机风来说 亦是如此 凌云 跟我去封藏之地 那里可是我天机风所有珍宝放置的地方 就连天交榜前十的弟子 都未必能够轻易踏入 风主这一次让你进去随便挑选东西 想必是对你这场生死战极为看重啊 景洪冲着凌云笑了笑 那种笑容之中同样也隐藏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简然 景洪和高明一样 内心非常希望后日凌云能够赢下生死斗 但他们又觉得凌云胜算不大巴 封藏之地 算是天机风最为隐蔽的一个地方 坐落在陡峭的山崖边 四周有着一些清雅的楼阁若隐若现 充裕幽静 不过在这等幽静之下 凌云也感觉到了一些寒意 他知道 在这附近 应该潜伏着一些强者 目的就是为了镇守封藏 如若此番不是景洪将凌云带到这里 那些人恐怕会对凌云直接大打出手 在山崖处 有着一道厚重的石门 石门之上 跟天机洞一般 也布置了一个复杂的阵法 景洪清车熟路地破除了阵法 顿时间整座石门便是轰谋而开 进去吧 希望你能看上一些对你有用的东西 景洪催促到 凌云点了点头 纵身一跃 便是踏入了封藏之地 封藏之内的石壁之上 依旧镶嵌着很多叶明珠 将里面装点得十分明亮 里面面具很广 凌云眺望 却有种望不到尽头的感觉 在山洞内 有着一座坐石台 石台之上分别摆放了各种珍宝 凌云大致扫了一眼 却有些失望 因为这些珍宝最好的 也仅仅只是零几宝器而已 连玄几宝器都算不上 看来 真正的好东西是在封藏之地的深处了 凌云望向更深处 却也在这时 她心神一阵 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一种诡异的波动 那种波动十分诡异 似乎一直牵引着她 更确切的说是牵引着她的左眼 第176章左眼一动 是什么东西牵引着我的左眼 凌云心头一惊 但却认定 那东西绝对不简单 怀着这种好奇 凌云立即朝着封藏之地的深处进发 左过之处 也有不少丹药 兵器 武学等珍宝 但凌云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不久之后 凌云终于是到达了封藏之地的最深处 也终于是见到了那能引动祖龙殿的物品 是一个红色的石头 石头很小 只有鸡蛋大小 乍一看去 平平无奇 根本没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 唯一诡异的是 那石头上散发出一股十分诡异的气息 这等气息不断地蔓延进凌云的左眼之内 跟凌云左眼之中的灭世神谋融合在一起 而当灭世神谋融合了那等诡异的气息后 竟然变得微微躁动起来 灭世神谋 虽然只是在寻宝图上排名第一千 但按理说但凡只要是寻宝图上显示出来的宝物那都是绝世奇宝 可灭世神谋这些日子以来 却仅仅只是给我带来的一些势力上的小作用 根本称不上任何绝世 之前我还一度怀疑是不是我没有领悟这灭世神谋的使用方法 可现在他自己却产生了异动 灵云越想 心中越是充满了好奇 他还记得 自己第一次获得灭世神谋的时候 画面中的那名男子只是一个眼神 在他身后 正凶神恶煞地朝他杀来百万雄狮技术命丧皇权 那场景 何等壮观 莫非这块平平无奇的石头能够助我掌控灭世神谋 灵云心中大胆猜想 如若真是如此 能够在与乌蒙的比斗之前领悟遮灭世神谋的威能 那对灵云来说 绝对就是如虎添翼 不再多想 灵云当即就将那块石头收入了自己的星辰戒指中 接着 灵云随意地扫了一圈周围其余东西 虽说其余东西确实价值不菲 却根本让灵云提不起半点兴致 最后 他也懒得浪费时间 带着那块石头 就直接离开了封藏之地 走出封藏之地 景洪还在外面等着灵云 他见到灵云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而且还是两手空空 不由得有些好奇地问道 灵云 莫非封藏之地内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或许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些 对你后日的比斗绝对有用 灵云果断地摇了摇头 景洪长老 我已经选好了 说着 他将那枚石头拿了出来 就这个 灵云 这石头虽然有些奇特 但我和封竹以前都仔细研究过 没有任何用处 将其放在封藏之地内 也不过是觉得弃之可惜罢了 景洪有些吃惊 大多弟子进入封藏之地 哪个不是挑选上好的武学 极佳的兵器 以及罕见的丹药 但灵云却只挑了一块废品出来 景洪长老 我还有别的事情 就先行告辞了 灵云也不跟景洪解释什么 转身就走了 这家伙可真是叫人看不透啊 景洪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回到自己住处 灵云就跟郑一白和于明打了招呼 接下来的时间自己要闭关修炼 让他们帮忙 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搅自己 于明和郑一白知道 灵云这是想要做最后的冲刺 自然是全力支持 接下来两人几乎是守在院子内 不但不让任何人前来打搅灵云 就连他们自己也连一丝声响都不敢发出来 生怕打搅了灵云的进修 房间之中 灵云再度将那块石头拿了出来 石头之上 依旧散发着那等诡异的气息 气息依旧一点点渗透入灵云的左眼之中 让其左眼如同被火炙烤一般 炙热不已 而随着这等吸收 灵云左眼再度发生异动 那瞳孔先是直接变成了白色 随即又慢慢变为了青色 最后又满满变成暗灰色 在这等变化之下 灵云觉得自己的左眼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慢慢的 灵云的眼前变得迷糊了起来 一条巨大的深渊展现在了他的面前 深渊之内 哀嚎遍野 惊天动地的兽吼声 不觉入耳 也就在这时 一头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了灵云的面前 那时一头巨兽 遮天蔽日 从深渊之中飞跃而出 如同地龙一般 声势浩大 巨兽身体如狼 脑袋如舌头 背上还有一双巨翼 在他身上涌荡出一股股阴煞之气 只见巨兽不过只是吐了一口浊气 顿时间整个深渊内的冰凉冷意 瞬间弥漫天际 让灵云都是忍不住浑身一个哆嗦 但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在那巨兽的脑袋上 只有一只奇怪的巨眼 巨眼还未睁开 但灵云只是看见家之眼睛 浑身就不自觉地打颤 骨子里更是渗透出一股冰凉之意 这妖兽半蛇半狼 难道是妖眼一族的妖狼舌头兽 灵云大吃一惊 却没有任何畏惧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只巨眼 似乎是被灵云盯得不耐烦 那只巨眼竟开始缓缓睁开 嗡 随着巨眼的睁开 灵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整片天地的能量都变得异常狂暴了起来 巨眼彻底睁开 露出了一个暗灰色的眸子 秋一道足有数百丈的暗灰色光芒陡然从那眸子内暴射而出 光芒所过之处 山河破碎 天塌地陷 整个深渊 仅仅只是一瞬之间 就沦为一片废墟一般 而且那光束并未停下 相反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穿越整个深渊 朝着灵云所在的位置暴射而来 但灵云并未躲闪 反而脸上满是涌起了一抹兴奋之色 来吧 让本帝看一看 你这妖狼舌头兽的妖眼到底有多恐怖 他张开臂膀 眼睁睁地看着那光束不断在自己瞳孔之中放大 而那道暗灰色的光束也没有让灵云失望 毫不客气地霉入灵云的左眼之内 阿剧烈的疼痛 从左眼之中蔓延开来 整个只觉得眼前陡然一黑 大脑一片混沌 甚至连一时都慢慢地在那鼓剧痛之下 变得越来越淡 最后 更是彻底地昏睡了过去 第177章战斗开始 天书封天才弟子乌蒙 天机封天才弟子凌云 两大封两大天才弟子要进行生死战 当这个消息在太清宫传开 整个太清宫都沸腾了 特别当人们听见两个人之前各自的光辉事迹后 都无不对这一场大战期待不已 甚至 很多人已经将这场生死战看成了天书峰和天机封两峰的大比 乍时间 议论声不觉入耳 乃至将整个太清宫的气氛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高潮 热闹程度 紧紧亚于七峰大比 而凌云和乌蒙的名字也更是不禁而走 不过 在得知凌云的武道修为要比乌蒙低上好几个等级 而且乌蒙还斩杀过第五近五重舞者 甚至领悟了部分天书诀后 几乎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一场天才弟子间的对决 会以凌云的失败而告终 在消息持续发酵时 时间转眼而逝 不知过了多久 沉沉的睡意终于退去 凌云总算是从昏睡中清醒过来 还是在自己房间之中 周围的一切 一如常态 唯有之前那没散发着诡异气息的石头 此刻变成了一堆粉末 凌云摸了摸自己的左眼 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当他将涅饰神魔催动的时候 左眼立即变成了暗灰色 一股十分恐怖的能量不断 在他的左眼内如同火山爆发一般不断上涌 令得凌云赶紧收手 逆世神魔 不知道现在将其施展出来后 会产生何等意想不到的威力 凌云砸了砸嘴 眼中金芒涌动 由于并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于是凌云换了一身衣服 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后 就推门而出 只是刚一走出房间 房间外一道道人引顿时间就让其惊住了 于宁和正一白守在门外并不奇怪 但锦洪和柳如烟也都守在了门外 甚至就连之前凌云认识的魏魁 柳飞尔和阳京都来了 而且让凌云心中暖流涌动的是 这些人都各自坐在院子内 没有一个人打搅自己 甚至没有发出任何一丁点耳声音 莫然间 凌云脑海之中闪过了一道身影 那是父亲凌亚峰的身影 之前 凌亚峰不就是每日每月地守在自己门前 如此守护着自己吗 自己来到太清宫 一来是为了进入清蒙狱种 二来就是为了寻找能够救醒父亲的灵药吗 等生死战后就一定要去灵药阁看看 有没有救醒父亲所需的那些灵药 凌云心中暗暗沉吟 很快 见到凌云醒来的众人 纷纷给凌云打气助威 凌云同时也弄清楚了 原来自己整整昏迷了一天多的时间 而今日正是生死战的日子 走吧 凌云冲着众人点了点头 率先离开了天机峰 见状 锦洪和柳如烟等人也没有多说什么 手掌一握 带着其余人毅然决然地跟了上去 甚至 在凌云等人离开天机峰后 天机峰大部分弟子也是尾随而去 俨然 在他们看来 这已经不是凌云的个人之战 这是天机峰的名誉之战 那等场景 浩浩荡荡 颇有一种风萧萧西异水寒的味道 这一战 绝对不能输 凌云心底发狠 这一场战斗 若是胜利 不但凌云自己可以得到黑铁令 而且天机峰以后在宗门内的名声也会有所改善 天机峰还会得到天机峰输的一千枚七品仙灵丹 但一旦凌云输了 他不但自己生死 也无疑就更加助长了天书峰的威风 让天机峰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 这还是表面的 更深层的是 那为自己而失去肉身的剑制无人可救 会被忌烈炉彻底消融掉 那因自己重伤的父亲林涅峰将无人能够救醒 久而久之就会从植物人变为死尸 阎武广场 是内宫进行大型比斗的地方 将往年七封大比就是被安排在这里 平时嫌有人来此 但今日却是热闹非凡 无论是七大丰的弟子 还是外公弟子 纷纷闻讯而来 都相要一睹两大天才弟子的较量 甚至就连不少宗门长老 职事等都来凑热闹 烟舞广场中央此时已经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比武台 四周则全都是看台 这些看台呈环状围绕比武台而建 足足可以容下上万人 此时看台上几乎可以说是坐无虚席 甚至各种通道内都是挤满了人 唯有一处正对着比武台的高台上 人数较少 仅有数人 其中一名领头的中年男子正是天书峰的长老易红 在一红身边的另一名少年 则是今日生死战的其中一名主人公 乌蒙 一红满面春风 特别是听见广场上大多人都在议论 今日必定是乌蒙胜出时 心中的高兴就更是一指不住第一语言表 但那乌蒙却恍若充耳不闻 一是独立一般的站在那里 不为任何所动 仿佛在他眼里 就只有根铃云的生死战 就在这时 一道飞鹤从天击风的方向飞来 然后一道道身影从天而降 落在了高台之上 毫无疑问 正是景洪 柳如燕和凌云等人 而凌云的出现 更是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今日的两位主角 终于是全都到齐了 万众瞩目的一站 就要开始 景洪 没想到你会亲自来 难道就不怕输了以后 没脸见人吗 义红含着冷笑看向景洪 景洪淡漠的看了他一眼 毫不示弱 义红 站得越高 摔得越狠 生死战还未开始 我劝你最好 别把自己捧得太高 小心摔死 哈哈 这你就放心吧 今日我就怕自己会笑死 有些人会哭死 一千枚仙灵丹 唉 真不知道等你们输了以后 你们天击风会变得有多惨 义红肆无忌惮地笑着 言语之间 既是对天击风的轻蔑 也是对凌云的轻蔑 景洪面色阴沉到了极点 倒是凌云 面露淡笑 景洪长老 何必动气 狗咬我们一口 我们总不能直接咬回去吧 不如就让狗乱叫好了 景洪和柳如烟都是黑黑一笑 但那义红却气得清金直冒 小子 生死战 生死各安天命 等一下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没有命在站在我面前说这些话 时间不早了 乌蒙 你与凌云的生死战 就此开始吧 第178章绝地反击 乌蒙看了一眼凌云后 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了比舞台上 凌云尾随其后 随着两人的落脚 费反迎天的现场陡然之间 却安静了下来 谁都知道 真正的战斗 终于是要打响了 凌云 我没有看过 你不简单 短短数日 你竟又变强了不少 不过比之于我 还是差了一些 乌蒙盯着凌云 嘴里发出平缓的声音 乌蒙 你也不弱 不够就是认不清自己的实力 黑铁令准备好了吗 凌云显得十分淡定 呵呵 黑铁令我一直戴在身上 就怕你没命拿 乌蒙双眼一凝 整个人战意大起 只见其恍若闪电 须于接身子就已经栖身上前 他浑身抱涌出一股如同潮水一般的威压 死死地压迫在了凌云的身上 然后一技狂猛的拳头 就毫无花哨地对着凌云的脑袋砸了下来 乌蒙这一拳 看似平平无奇 但凌云却明显能够感觉到 其拳竟在拳头中为 名为一道道锋利刀刃一般 就算是千斤重石 也难以抵挡他这一拳的破坏力 而且 在拳头袭来的过程中 恰好一阵清风拂过 拳头借助风势 拳竟更是迅猛如虎 令得空气震荡 嘶嘶嘶吟吟之声不断爆发而出 略发刺耳 暴风拳 随着一声低含 那一拳更是在凌云面前 形成了一个暴风漩涡 暴风席卷下 拳势再度暴涨 凌云眉头一挑 却没有任何退缩 这乌蒙一出手就是强招 那凌云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留守 涅槃金刚拳 以拳相挡 强拳相碰 只见凌云拳头之上 金王绽放 如同海啸一般 狂笑而出 但在乌蒙的那一拳之下 似乎还是差了一丝火候 枪碰之后 伴随着能量风暴席卷开来 凌云的身体也是连连后退 但凌云并未气馁 涅槃金刚拳依旧凶猛轰出 一拳比一拳凶猛 一拳比一拳凌厉 只是这等拳法在乌蒙的权势面前 还是显得不够强大 一度被乌蒙压制 以至于本来站在比舞台正中央位置的凌云已然被逼到了比舞台的角落 凌云这小子果然如此不堪 区区第五进一重的舞者 如何跟乌蒙这等第五进四重舞者相抗衡 高手出招 一出手就知道有木有 我已经可以肯定 这场比斗就这样完了 人以为可以看见什么世纪大战 没想到三两下凌云那小子就不行了 比舞台下的众人见到这等场景 纷纷认为凌云输定了 同时很多人以为此番大战会很精彩的 人无疑都是非常不满 哈哈 锦红 没想到那小子如此不堪一击 一红也趁机大笑了起来 不过锦红并未因此而面露任何阴沉之色 他见过凌云之前在天机风时场连胜的场景 那时候玄武进八重的凌云所表现出来的战力 都不仅仅只是这么一点 一红 得意什么 好戏还在后头了 锦红对了回去 事实上 锦红说的确实没错 好戏真在后头 涅槃金刚拳 最强大的就是涅槃之后 化为金刚之拳 每一拳的拳进几乎都是之前拳进的数倍 在被乌蒙逼得节节后退之时 涅槃金刚拳也完成了涅槃重生的蜕变 下时间 金色光芒如同璀璨烈日一般在拳头上抱涌而出 刺目无比 与此同时 凌云一拳轰出 如同金刚一般 无坚不摧 就连比舞台上整片空间都要撕裂了一般 乌蒙并不知道涅槃金刚拳的精髓所在 以为只要再有一拳就能够将凌云击溃 却万万没想到 他那一拳与凌云的金刚之拳对碰以后 就如同落在了铜墙铁壁上一般 他的整条手臂受到巨大的冲击力 手臂瞬间酥麻 而他的身子却足足从比舞台一边倒退到了另一边 差一点就直接掉了下去 他的体内更是被一股拳净冲得气血沸腾 气息大为紊乱 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惊 这莫非就是绝地反击 不 这当然不是绝地反击 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接下来 凌云顺影三千步一触即发 整个人化为一道残影 蓄于间出现在乌蒙的身前 然后涅槃金刚拳更是以一种山崩地裂一般的声势 夹带着狂妄绞杀的绞杀之力 不给乌蒙任何喘息机会地狂轰而去 但乌蒙也不是盖的 一套身法同样是施展开来 下时间 所有人就见到一道道残影不断在比舞台上不断乱窜 没有人看清楚他们是如何交手 但却能够听见各种拳掌相碰的沉稳碰撞声 以及空气间频频而起的暴鸣声 这等画面一度持续了好一会儿 最后两道身影双双被震退 身子都是落在了比舞台的边缘 只见两人都是面色有几分苍白 体内的气息也更加紊乱不已 林云竟然跟乌蒙站成了平手 有人惊呼出声 平手吗 你错了 你没看到乌蒙的双臂一直在颤抖吗 另外有人提出异议 接着所有人就见到 乌蒙两条手臂此刻意志不住地抖动着 甚至手臂上还紫一块轻一块 似乎受到了某种距离冲击一般 就连乌蒙的面色也因此而变得彻底沉浸了下来 他没想到林云的肉身力量竟然如此了得 这么说 林云还稍稍占据了上风 这怎么可能 人群目瞪口呆 原以为林云必输的局 却生生被林云扭转过来 而且还稍占优势 乌蒙 这点实力想赢我可还远远不够 林云冲着乌蒙微微一笑 如若不是涉及到天书风和天机风 林云会将乌蒙当成是一名可敬的对手 我也是这么想着 所以接下来 我不会再掉以轻心 乌蒙双眼一鸣 在他手心出现了一把铁斧 铁斧之上 林力疯狂涌动 乌蒙的头发无风自动 如同一根根铁柱一般 砰 随着铁斧入手 乌蒙重重的一舵比武台 他身下的坚硬石台竟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而其身子暴跳而出 那林力萦绕的铁斧 五出都道浮影 铺天盖地地朝着林云的身体笼罩而来 浮影漫天而来 还未落到林云身上 那可怕的进风 就让整个武斗台上的裂缝成蜘蛛一般 不断崩裂 声势棒驳 让周围的众人都是满脸惊恐 第179章 我已荒芜泯面万物 望着漫天浮影 林云手掌一番 地龙剑闪掠而出 丁丁 铁斧和地龙剑相撞 火花爆射 周围一鼓鼓巨风咆哮而起 乌蒙嘴角擒着一丝冷笑 万火焚天斧 手掌一抖 那铁斧至上立即涌起一道火焰 火焰越发强盛 最后化为一道火球 顺着铁斧砍下 朝着林云的脑袋猛然落下 点心见绝 一心望月 林云面对乌蒙的出手 丝毫不敢懈怠 灵力抱涌下 一道星王和一道圆月在他身前凝成 地龙剑狠狠地点在了星王之上 那圆月就像是火星撞地球一般与那一团火球凶猛的碰撞 空猛龙 整座比舞台都是直接坍塌了 两道身影在漫天碎石之间 不断舞动各自手中的兵器 枪枪 空轰 碰撞声连绵不绝 万火封天柱 滚滚杀石 漫天飞舞 只听见烟尘之中一道低喝 一道巨大的火焰从烟尘之中蔓延开来 火焰将整个烟尘全都吞没 形成了一根巨大的火柱 火柱之上烈火雄雄燃烧 恍若将天都堵住了一般 然后那跟风天柱就在乌蒙的操纵下 朝着渺小如蝼蚁一般的凌云身上撞了上去 点心剑绝 九星细珠 凌云手中的地龙剑扶摇一指 整片火焰滔天的天地突然出现了一片星云 星云之内 九颗耀眼的星芒璀璨绽放 点亮了一方天地 伴随着凌云手中地龙剑的舞动 九星迅集连接在了一起 就在连接的那一刹那 一颗星辰珠从天而现 以惊雷之势崩腾落下 将那撞向凌云的万火风天柱狠狠拦截了下来 轰轰 惊雷乍响一般 更加恐怕的风暴 席卷而起 不仅仅只是比舞台化为了鸡粉 就连地面 都生生地裂出了巨大的戏缝 我的天 没想到现在的新生弟子都这么强了 我来了宗门五年了 今天才发现自己连给这两个新人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人比人 真是气死人 这战斗太刺激了 我做梦都没想到 这凌云明明比乌蒙低了好几个等级 却在乌蒙面前毫无溃败之势 甚至还越战越勇 周围的人看得都惊呆了 被眼前的激烈战斗所深深震慑住了 凌云 你确实很强配得上成为我的对手 乌蒙心底对凌云多少有些意外 若说他进入宗门挑战的所有人中 当属凌云的舞蹈修为最低 但凌云却是他绝对最难对付的 甚至到现在 凌云已经让他感觉到了一股很浓的压力 更强的还在后头 凌云不焦不燥 眉宇间充满了一丝警惕 他知道 这乌蒙也还未亮出所有的底牌 换句话说就是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是吗 那就尽管亮出你的强招吧 乌蒙嘴角轻轻一笑 浑身上下的战役更加雄浑了几分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点心见诀 第三层 满天星云 凌云成圣追击 伴随着他踏入第五金一重 这点心见诀第三层也可以较为轻松的施展出来 他就是想用这一招 试一试 这乌蒙到底还有什么底牌没有用 手中的剑 在空中舞动 凌云所站在的周围 瞬间化为一片星辰天地 凌云仿佛置身在星辰之内 四面八方全是星辰闪闪 一颗颗星辰耀眼无边 给人一种毁灭天地的气息 而在这等气息的抱勇之下 甚至连周围那些看台上的弟子 一个个都是心生忌惮 一些看台上靠前的弟子 更是纷纷惊恐地后退 因为他们可以感觉到 凌云接下来的这一招 将会是无比恐怖 也就在众人这等惊恐间 凌云手中的剑猛然朝着乌蒙一展 漫天星辰顿时间爆发出万丈光芒 将整个延武广场都点亮 所有星辰都化为一道道星芒 从四面八方 带着无法形容的毁灭压迫 笼罩向乌蒙 青芒所过之处 大地崩裂 空气直接爆炸开来 暴响连连 整个延武广场天地变色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这等声势 不仅仅是周围的那些弟子 就算是景洪和义洪的眼中 都是流露出了浓浓的亥然 而在漫天星辰之中 乌蒙却窥然未动 眼中一开始也闪过一丝惊讶 但这种惊讶很快又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炽热的目光 以及一股十分诡异的气息 那股气息从乌蒙身体之上抱涌而出 化为一股无穷的风暴 凌云 今日就让你尝一尝 我天书风的天书诀 我以荒芜泯面万物 生冷的爆喝声 陡然自乌蒙口中喝出 那股所谓的荒芜之气席卷开来 将漫天的星辰包裹 也就在漫天星辰包裹的刹那 刚刚还声势浩荡的星辰公事 如同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一般 竟然开始不断的枯萎凋零 在这等枯萎之下 声势不断减弱 最后声势生生被减弱了一半 也是在这时 乌蒙的铁斧呼啸而至 轰轰 紧紧一斧头 竟然就将凌云刚刚那等狂笑无边的攻势 给技术抵挡了下来 什么 那是天机诀 那就是荒芜之力 天啊 他才进入天书风没几天 竟然真的领悟了天机诀 在天机诀的荒芜之力下 灵力会不断枯萎 所有用灵力施展出来的手段 也会威力递减 凌云败了 败在了天书诀的天机诀下 除非他能够领悟天机诀的天机诀 领悟天机诀 做梦吧 整个天机诀 现在你能找出任何一个领悟出天机诀的弟子吗 就算是天机诀的皮毛 都很少有人领悟出来 所有人都是被乌蒙这等手段惊住了 也包括比舞台上的景洪 或许没有荒芜之力 凌云还可以跟乌蒙一战 但这荒芜之力实在是太霸道了 声声让凌云的攻势减弱不少 凌云还能拿什么跟乌蒙斗 景洪 比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就等着哭吧 哈哈哈哈 易洪笑得很贱 但这等贱笑刚起 很快却又凝固了下来 确切地说 是被凌云身上抱涌而出的一股诡异气息所凝固 乌蒙 你以为就你领悟了天书诀 我就没有领悟天机诀吗 今日也让你尝一尝我天机诛的天机诀到底有多强 凌云的声音陡然间响彻了整个演武广场 第180张两头怪物 凌云的话 如同滚滚惊雷一般 所有人听来 都觉得脑袋发懵 他领悟了天机诀 这怎么可能 不仅仅众多弟子不相信 就连景洪这个天机诛的长老都是满脸的不敢相信 谁不知道 整个太清宫 就数天机诀最难领悟 凌云这才加入天机诛多久 六七天的时间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领悟天机诀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一定是在故弄玄虚 想要吓唬乌蒙 如若天机诀那么好领悟 那天机诛这些年也就不会没落成现在这个鬼样子了 所有人都不相信凌云的话 直到一股极其浓郁的阴煞之气从凌云体内抱涌而出 感受到那股浓郁的阴煞之气 所有人都呆滞了 一红的脸彻底僵住了 那那是阴煞之气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一红支支吾吾 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了 他对七大功法都有所了解 那等气息 正是天机诀才能在体内凝聚而成的阴煞之气 也是七大功法之中最厉害的手段 任他怎么想恐怕也想不到 凌云竟然在短短几日时间内就领悟出了天机风 不知多久没有人领悟出来的天机诀 讲不到的当然不仅仅只有他一人 就连自以为最了解凌云实力的景洪 此刻的他都彻底惊呆了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凌云身上的阴煞之气就是天机诀 他真的领悟出了天机诀 之前 他和高明都一度认为凌云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将天机诀修炼出来 所以一直没有询问凌云 现在凌云将其施展出来 这个惊喜来得太没有一点点防备了 惊喜 疯狂 甚至景洪此时此刻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那复杂繁琐的内心 也就在众人这等惊诧之中 凌云体内阴煞灵和剧烈颤抖 阴煞之气以更加疯狂的姿态抱勇而出 乌猛 你的荒芜之力虽然可以很大程度的令我的灵力变得荒芜 但却无法将我的阴煞之气也荒芜掉 不如今日就让众人瞧一瞧 到底是你们天书风的天书觉厉害 还是我天机风的天机觉厉害吧 手中的剑被浓浓的阴煞之气包裹 剑尖之上 一道璀璨光芒不断绽放 由于天地之间并无阴煞之气 凌云积存在阴煞灵河中的阴煞之气有限 为了保险起见 凌云并未施展太耗费五道之气的点心剑爵和杀神一剑 而是将龙武剑爵施展了出来 他相信 哪怕就是龙武剑爵 在阴煞之气这等狂暴气息下 都将威力无穷 事实也正是如此 剑尖光芒璀璨绽放 若是动用灵气 突破到第五镜一重的灵云可以凝聚出30道紫色雷龙 可在阴煞之气的调动之下 一共40条紫色雷龙在空中凝成 整整笔灵力施展的龙武剑爵要多了10道紫色雷龙 别看10道雷龙听起来不多 但威力绝对翻倍 次10道紫色雷龙 盘旋在空中 一道道龙银肆略咆哮 令得整片天地都颤抖了起来 天地轰鸣 40道紫色雷龙终于从天而降 全都朝着乌蒙暴冲了下去 乌蒙望着这一幕 眼神彻底凝重了下来 刚刚的自信一扫耳光 凌云 我的确低估了你 但就算你领悟了天机诀又如何 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 乌蒙双眼骤然一鸣 一股浓郁的战役从乌蒙身上抱涌了出来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荒芜之力抱涌而出 大手一握 所有荒芜之力便是在其面前形成了一座巨大的荒芜山峰 那山峰悬浮在他头顶 仿佛能够将整个延武广场的上空都遮天蔽日了一般 那荒芜山峰之上 渗透出一股股巨大的毁灭气息 这等气息扩撒开来 恍惚间让人感觉那是一座真正的山峰 再配上山峰上那诡异的荒芜之力 更是让人目露骇然 天啊 这是地尖武学 他竟然连地尖武学都掌握了 有人惊呼道 我记得他之前跟一名地武进武虫弟子生死战的时候 就是用这套地尖武学斩杀了那名地武进武虫武者 而且 当时他还未领悟天书诀 并不是利用荒芜之力施展而出 有天书封的弟子之前见过乌蒙使用过这一招 这一次再度见到 眼中充满了深深的畏惧 天啊 地尖武学的威势 实在是太恐怖了 再加上荒芜之力可以枯萎掉凌云的部分攻势 依我看今日胜利的天平还是在乌蒙这一边 那可不一定 我早就听说过 天机诀是七大功法中最强的 就看凌云到底领悟了多少天机诀了 众人议论不断 在这等议论声下 乌蒙面露一丝争鸣 手掌猛的一挥 整个荒芜山峰就以摧枯拉朽的攻势 朝着凌云的四十道紫色雷龙迎击了上去 空猛龙 一道道巨大的声响响起 一股股能量 化为漫天空气坛 不断在演武场上飞爆开来 令得整个演武广场倾客兼变的千疮百孔 荒芜山峰的荒芜之力 直接令其中五道紫色雷龙枯萎 但剩下的三十五道紫色雷龙 却狠狠地跟山峰碰撞 骤然间 紫色雷龙支离破碎 荒芜山峰也点点崩塌 最后化为一丝丝粉末飘散在了空中 不过 当三十五道紫色雷龙的攻势全都落败之后 荒芜山峰却还剩下三分之一的面积 而这三分之一的面积 就如同一枚炮弹一般 在乌蒙的强势推动下 再度朝着凌云凶猛地砸了过去 武航是天剑阵 五剑合一 凌云手中地龙剑上的剑芒 再度疯狂涌动 璀璨的武航巨剑呼啸而来 以一种撕天掠地的威势 落在了那三分之一的荒芜山峰上 空猛龙 滔天剑气 与漫天碎石 在阎武广场上飞剑 一股能量风暴几乎同时冲撞到了凌云和乌蒙身上 让得两人都是暴退数十米的距离 然后同时感觉喉咙一甜 几口心红的鲜血就从他们嘴里相继吐出 一番交手 两人竟然两败俱伤 剑场突然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盯着凌云和乌蒙 那眼神仿佛是在看两头怪物 我们是这么powers了 中国猛龙